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下周一就是教师节了 今天就来教你们折一个教师节礼物 心上川崎 这个作品可以说是非常简单了 很明显它是由川崎玫瑰改编而成的 只要会折最基础的川崎玫瑰 就一定能把它折得非常好看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折这个心上川崎呢 我用的是15乘7.5厘米的大创的折纸 我打算把它给折成白底 然后粉色的花 首先把这张纸在这个长边做八等分 然后呢在另外一个方向先对折 再把其中的一个正方形做出八等分 这一半正方形呢就会变成那朵花 之后呢把这一块正方形的对角线给折出来 然后呢这里的底边再朝着这里 这样一格的顶点来折 得出这样的折痕 另一条对角线也是同样 这里就是和折川崎玫瑰一样的折法 之后呢沿着两条对角线 把它给这样子收下来 然后上面的顶点朝着这个焦点来折 之后呢就在白色这面把花心给收出来 这里的小正方形全都捏起来 然后四条对角线也都捏起来 小正方形这样子沉下去左右合起来 并且把前面的往右摊 后面这半往左摊 剩余的两半这样子打开 之后呢小正方形的这个点连接这个点 来捏出一条折痕 每一边都是同样的 然后呢正面这个花心就是差不多折出来了 之后呢来整理花瓣 把这里的三乘二的格子这样子顶出来 每个角都是三乘二 之后呢是和折穿起玫瑰同样的折法 这条边朝着这里的凹陷的折痕来折 然后呢把这里的纸层这样打开 上面的摊平 右边继续做同样的处理 然后呢左边这个单位 这个角压下去 然后沿着后面这个45度的线 把它这样子折成一个尖 就这样依次类推 然后呢到最后这个角先沿着这里的45度的折痕 把它给折一下 然后左边这些纸层都这样子捏起来 然后沿着这条线捏一下 这条折痕也要捏起来 之后呢把这条竖的线给捏成山线 这里沿着左右的45度折痕 把它这样攤平一下 然后呢再把这里的纸层这样子放到背后去 之后这里剩余的折痕一凹一凸 把它给捏起来 变成这样之后呢 这里继续一凹一凸的这样捏 然后这儿的纸层摊开压平 第一个角这里我松开了 让它恢复一下 就是这样子把这个第四个角也收好了 这里捏起来 现在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玫瑰花 然后呢它底下有这样三个尖角 然后现在就把它给收一下 这个有颜色的先不要动 然后呢这个这样子压下去 让前一个再压着它 然后呢它放到这里的纸层下面 这个就先留在这儿 目前就是这样 然后呢沿着这里45度 把这块尾巴折上来 然后呢再沿着这条 把它这样子折上来 之后呢要在这里做一些蛇腹折 把这个纸层给摊开来 首先这样子摊开压平 折出45度的折痕 然后呢再从这儿 把纸层从中间打开 沿着这儿做一条折痕 这样往下折 再看平 之后呢是依次类推 左右的纸层都打开 做出一条新的横的折痕 这样子就全都摊平了 这里面就是一个蛇腹折 之后来到这一面 把底边朝着这条红白交界线 来折 之后呢 这条边朝着中线来折 要折出这个爱心的形状 这里底下留下来的角 是为了固定这朵花的位置而留的 所以说现在 把这三角形对折一下 然后这个右边这半 到最后是要被盖在这里 右边底下的 这样这个花的位置就比较的合理 左边这里也是一样的折上去 之后呢 右边沿着这里的竖线做一个内翻折 并且把上面的两个角都折下去 左边也是同样的处理 然后呢 上面再折下去一个小尖 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上胶整一下形 把玫瑰给整得圆一点 把纸层中的缝隙都给粘上 最后用镊子把这个爱心给整得圆一点 这样子呢 今天的这只新上川崎就完成了 嘿 对我的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留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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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